曾宝怡 大家好 我是曾宝怡 很多人认识我 是因为我是一个主持人 在我收到TED的邀请的时候 其实我非常地兴奋 我心想说 哇 这是我扬名利万的时机了吗 我要做一个名垂千古的演讲 上线了之后呢 它会翻译成日文 韩文 英文 法文 西班牙文 然后呢 粉丝的信件会如雪片般的飞来告诉我 说曾宝怡 你的演讲真是改变了我的一生 但是我没有想到这才是我噩梦的开始 我很轻易的 好像可以看到一个美好的结局 但是我想不出来 这个故事要怎么开始 我不知道要在这个舞台上讲什么 所以那段时间 我晚上睡觉前想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 我到底要讲什么 我张开眼睛想的第一件事情也是 我到底要讲什么 而这个恐惧 在两个礼拜之前到了最高潮 因为Ted说 欸 不好意思 剩两个礼拜了 我们来聊聊 我们要讲什么吧 我说完蛋了 Ted要知道我就是一个草包 是一个很烂的主持人了 因为我不知道我要讲什么 而就是同一天 我一个朋友发了讯息给我 其实讲的是一件旁枝末节的事 什么 这就是什么韩国综艺节目很好看啊 我好好笑哦 我有一搭没一搭的回应他 因为我心思根本不在那个上面 但最后他问了我一句 你好吗 我说我不好 我快要死了 他吓了一大跳 他问我怎么了 我突然得到一个灵感 我不是常常说 沟通可以疗愈人心吗 那我就来看看 这次沟通 可不可以疗愈我自己 所以我把事情原原本本的跟他说 他听完了之后 只很淡定地问了一句 你在恐惧什么 听到这个问题 我停了下来 我在思考的时候 我觉得我仿佛跟恐惧 拉开了距离 我不再等同于恐惧 而我有个距离 我可以往里面看 我到底在恐惧什么 于是我说 我恐惧 我不知道我要说什么 我恐惧 我会在这个舞台上出糗 我恐惧 大家不喜欢真正的我 我恐惧 我找不到我自己 在我说出最后一句话的时候 我的眼泪流了下来 我的身体告诉我 这个就是答案了 我被我是一个主持人的标签框住了 因为我太想把这件事情做好 而我忘记了我为什么喜欢站在这个舞台上的初衷 我喜欢说话 我喜欢聊天 我喜欢跟大家分享我在生命当中觉得很美好的事情 所以跟他聊完天之后 我就把这个标签撕掉了 我决定今天要用我 站在这里 跟你们说说我的故事 在2018年的时候我很荣幸接受腾讯新闻的邀请 做了一个系列纪录片叫做明天之前的制作以及主持 这个纪录片是想要探讨人类共同会面对的未来的议题 而这些议题尚无定论 属于灰色地带 它们分别是 AI 心爱机器人 人类应该追求永生吗 我们是不是有告别这个世界的权利 禁灵 禁敌讲的是美墨边境的问题 这可能是我工作生涯以来 成就感最大 但同时也是挑战最大的工作 因为不只是这四个议题非常的困难 重点是我们决定 要在访问这些专家 学者 以及这些议题 经营了很久的人之前 我们要用英文采访 我可以直接得到 他们最直接的反馈 今天我想要跟大家聊的是 静灵静敌 美墨边境 我知道你们想听AI 心爱机器人 下一次再跟你们说 会想要聊这个是因为 其他三个议题可能对某些人来说 觉得那可能是不见得会来的未来 但是美墨边境以及难民的问题 现在就在发生中 为了这个议题 我在美国的亚利桑那州 待了近两个礼拜的时间 去年7月最热的时候 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这样的荒野 上面写着 走私者与非法移民出没 其中一位受访者 叫Tim Foley 他是民间自发的民兵团体的领导者 也就是说他并不隶属于任何执法单位 他认为美国边境实在太乱了 影响了美国人的工作机会 美国不再像是美国了 他必须要拿起枪保卫他自己的国家 我必须承认出发之前 我对他有一点点偏见 因为我觉得 这个人看起来很凶很可怕 而且我不是很喜欢 随时随地拿着枪跟我聊天的人 我总觉得他们很危险 而事实上在我跟他聊天的过程当中 他的确看起来 也非常的愤怒 他总是称那些非法移民 为Cockroach 蟑螂 而且他是用打地鼠的方式 来捕捉他们 他对他们有很多的愤怒 他有很多的不满 但是因为我花了三天的时间跟他相处 我慢慢发现 他跟我想的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在不聊边境问题 与非法移民问题的时候 对我来说他更像是一个 国家公园的导览员 在他的电脑里面 除了那些非法的移民照片之外 更多的是 亚利桑那州 那些美得让人说不出话来的夕阳 他会开着一台很破的吉普车 载着我跑上跑下 然后说 这个仙人掌只有我们这里有 你看到那里有胡迪了吗 狐狸 前面 还有很可爱的兔子 甚至是 当我们爬上了一个山顶 望着根本没有边境线 没有墙的荒野 我问他 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他说 下礼拜呢 我就要去参加我女儿的婚礼了 这是我第一次 穿着礼服 牵着我女儿 走上红地毯的那一端 有点紧张 那一刻我发现 他不是我想象当作的那个人而已 他也是别人的父亲 别人的儿子 别人的丈夫 他是一个人 于是告别他的时候 我偷偷把我 隐藏的 在他背上贴的那个标签 民兵撕掉了 他是一个人 离开他之后 我去采访了 人道主义的送水者 他们是一群 心很大的人 他们认为 不应该有无辜的人 在他们的国家丧生 他们会在沙漠的不同角落 设置水站 补给水 希望不管是谁 走过都不要渴死 他带着我巡逻的时候 只要看到水站里面的水 有人喝过 他就会说太好了 我仿佛又帮助了一个人 但是当我问起 那你是怎么看待 民兵这些人的时候 他突然脸色一变 他说 那些人 我在路上看过他们 他们手会按着枪 然后指着我 大声嚷嚷说 你们这些帮助非法移民的人 也是犯罪者 于是我也很大声地回他 所以他们就该死吗 所以这些无辜的人就该死吗 我看着他的表情 我突然有点疑惑 离开他之后 我心想 虽然我这样说 可能有一点冒犯人 但是对我来说 不管是民兵 人道主义送水者 某个程度上 可能是一样的人 他们都是秉持着自己 的价值观跟信念 做出行动的人 而那些信念价值观 与他们不同的人 便是敌人 便是恶魔 于是我也偷偷地 把我本来在他身上贴的标签撕掉 他也是一个人 告别他们之后 我以为这趟旅程差不多了 但是没有想到 严峻的考验 接下来才开始 因为我也要采访那些 非法移民者 他们来自中南美洲 也就是说他们只会说西班牙文 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吗 就是我先讲一段英文 然后旁边有一个 墨西哥的翻译 翻译成西班牙文之后 他们才明白我说什么 回答了西班牙文之后 翻译再翻译成英文 我才听得懂 压力真的超大的 所以我出发之前 也给自己设了一个底线 我说曾茂怡 你只要当一个称职的主持人就好了 你就去了问了问题 得到答案 打完收工走人 但是我没有想到 有一对母女 让我打破了这个底线 我是在亚利桑那州的土桑市 一个战时收容所看到他们的 这位妈妈 来自瓜地马拉 她只有24岁 跟她一起旅行的 旅行 是她三岁的女儿 这是我在这趟旅途当中 第一次看到孩子 我必须承认我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 非常的震惊 因为对我来说 她们不再只是一张照片 一串数字 一篇报导而已 她们就是活生生的人 但是我很专业 所以我很专业的 就问了那位母亲 我说 你为什么来美国 她说 我在自己的家乡 是在教会里面工作的 我的工作就是劝导那些年轻人 远离毒品 远离黑社会 也因为这样 她成为黑社会的眼中钉 有一天下午 她在家里接到一通电话 黑社会打来的 跟她说 如果三天之内你不离开 死的不是你 是你的女儿 她知道这些人 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她想要走 她跟她两年前 已经非法 先去美国赚钱的丈夫联络说 我们想要去找你 她老公说你不要来 这一路上非常危险 更何况是 你一个女人家 还有我们三岁的女儿 但是她知道她不走 死路一条 所以她永别了她的父母 我会说永别是因为 如果在路上发生了什么事 如果她顺利的通过了边境线 很有可能她无法再回到她的家乡 这一别就是永别 她坐上了人蛇安排的巴士 一路颠簸了十几天 又饿又累 不时女儿还会抬起头 问她说 妈妈 什么时候才能到啊 我什么时候才能看到爸爸 好不容易到了边境 人蛇把他们全部赶下车 跟她说 那里是美国国旗 这里是墨西哥国旗 那里就是边境 你自己冲过去吧 她说冲 她看着那个港哨 里面都是鹤枪实弹的警察 怎么冲 她看着她的女儿心想说 我是带你逃离危险的 但我又把你送到了一个怎么危险的境地了 但是她也知道她不能回头 所以她下定决心 她抓到她的女儿 跟她说 抱紧我 抱紧我 绝对不要松手 当她说出抱紧我三个字的时候 我仿佛跟她同步了 我好像也看到了那个女孩很无辜的眼睛 而且我可以感受到这个母亲 她的悲愤 她的不安 她的压力 还有她对女儿全部的爱 当然她在边境线被拦了下来 而在那里她经历了非常严厉的 言语上的跟身体上的检查 她很幸运地得到了暂时庇护的均许 但是临走之前 移民官也跟她说 你现在可以过去 但是我明知道你丈夫在哪里了 也就是说 即使你可以留下来 她也必须被遣返 她刚刚得到的好消息 马上又让她荡到了谷底 在她说到这里的时候 她已经泣不成声 而我也泪流满面 如果这个时候正常的我 应该会觉得说 好了可以了我得到了我想要得到的答案了 够减了够减了 我可以回家了 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不能 我不能就这样走了 我不可以带着一个悲伤的故事离开 我在这里面看到了闪光点 我必须要把它说出来 当礼物一样送给她 当礼物一样送给她 于是 我顾不得 我脸上的妆已经花了 鼻涕可能都快流到了嘴边 我握着她的手 看着她的眼睛 我跟她说 我跟她说 不管 她的勇气遗传给你 因为她们知道 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你身上 她们会为你做同样的事情 我会想要去 拍摄 其实我已经回来台湾一年多了 我还是会常常想起那边发生的事 我会问我自己 如果我连 跟一个语言不通的人 都能够心灵相通 为什么常常 我们说着同样语言的人 却无法好好沟通 在现在科技这么发达 我们可以随时跟几百公里外的人聊天 但是我们却无法好好地跟 我们伸手就碰得到的人 看着她的眼睛 说出心里的话呢 是谁在我们心里 画下了那一条 其实根本不存在的界限 而我们为什么又忙着 替别人跟自己贴上标签 难道没有了这些标签 我们就不再是我们了吗 这么努力地区分 我们跟他们 会让我们的世界变大 还是变得更小了呢 最后我想送给大家 在我生命当中 很重要的一个问答 我曾经在主持一个 身心灵的系列讲座的时候 讲到一半 主讲者突然转过头来问我说 欸 宝怡 什么是讯息 我被这个问题问荒了手脚 我胡乱说了一些我在书上看到的答案 说完之后她说 不是 来 我们大家一起来静心吧 在静心的过程当中 我一面懊恼说 哇 我刚才讲的太烂了 一面心想 既然我静了下来 我想来看看我会得到什么答案 静心结束 大家张开眼睛 她又再问我一次 宝怡 什么是讯息 我心里有个答案 但是我不好意思说出口 可是那个时候我找不到其他的答案了 于是我鼓起勇气说 我就是讯息 我努力活出的生命 就是我想带给这个世界的讯息 你也是讯息 你说的每一句话 做的每一个决定 都是对这个世界的表态 希望我们带给这个世界的 都是充满爱与能量的讯息 也希望我们都能够无畏无惧地 活在自己的人生里 谢谢大家